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廚良 很歡迎你們來到我的主食頻道 大家又是時候拿你們的攪拌機出來 因為在接下來的兩集 我會教大家煮西湯 分別是蘑菇忌廉湯 和粟米忌廉湯 這兩款西湯的確簡單容易煮 但是我們在煮它們的時候 也有少許技巧要留意 這樣才可以煮得夠香濃夠好味 今天廚良買了很多新鮮的蘑菇回來 會先教大家用白蘑菇、啡蘑菇 還有鮮忌廉去煮香濃又滑口的蘑菇忌廉湯 大家只要跟隨我的製作步驟 在家裏都可以煮到 美味又香濃又足料的蘑菇忌廉湯 好了 我不說太多 現在我們馬上開始教學影片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小叮噹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每次出的新片 大家首先看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我們做蘑菇忌廉湯需要的材料就是這麼簡單 根據這份食譜 大概可以做到4-5人份量的蘑菇忌廉湯 同一時間我亦都準備了一份英文版的食譜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這裏 大家抄好食譜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今天需要用到200克的白蘑菇 還有200克的啡蘑菇 另外需要用到125克的淡忌廉 我在超級市場隨意買了一盒淡忌廉 今天用到是安街的這款淡忌廉 買回來才留意到它轉了簡體字的包裝 想蘑菇湯吃下去香一些 我們一定要用到洋蔥 今天用到半隻洋蔥 剩下這半個洋蔥 我會用保鮮紙包好 再放在冰箱裡 稍後再教大家做粟米忌廉湯 現在我們把這半個洋蔥切成幼條 然後切粒備用 切完洋蔥之後 我們就把白蘑菇和啡蘑菇都切成薄片 現在我會講一講蘑菇的處理方法 其實如果在大型超市買到的蘑菇 大部分都有品質保證 基本上這些蘑菇都很乾淨 想保留蘑菇完整的外形 和鎖住蘑菇裡面的香味 一般我都會建議大家 就這樣用軟刷 又或者用毛巾 輕輕把蘑菇表面的泥土掃走 這樣就可以直接進行攀煮了 如果你還是不放心 譬如是不知道蘑菇的來源地 又或者怕蘑菇上面有濃藥的話 真的想用水洗 這樣也可以的 但就要盡快洗 千萬不要浸洗 洗完之後 我們就要把蘑菇 立即用廚房紙 輕輕印乾 印乾水分之後 就要盡快煮了 如果不是蘑菇會爛的 盡量可以減少蘑菇的破壞 說得這麼快 我已經把所有的蘑菇切片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炒蘑菇 在旁邊的鍋 準備20克的牛油 盡量用無鹽牛油 因為我不想蘑菇這麼快出水 開中至小火 將牛油煮蓉 當牛油煮蓉 就可以把剛才切好的洋蔥粒 倒進鍋裡 繼續保持中至小火 我們現在先把洋蔥爆香 把洋蔥略為爆香之後 就可以把剛才切好的 白蘑菇和啡蘑菇 倒進鍋裡 因為菇菌非常吸油 為了讓蘑菇炒得香 我再加少許橄欖油 現在可以轉中至大火 我們繼續炒 把菇炒香 用中至大火炒大約分半小時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雞湯了 雞湯需要300毫升 如果你不用雞湯 也可以用清水取代 雞湯的份量是剛剛好可以浸過所有蘑菇 現在要把洋蔥和蘑菇煮出味 我們把洋蔥和蘑菇煮出味 蓋上鍋蓋 用中火煮12分鐘 眨眼12分鐘就過了 打開鍋蓋 可以看看 鍋裡的所有材料 包括洋蔥和菇 已經煮到軟身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準備攪拌機了 今天我就用了這個手提攪拌器 非常方便 直接把它放在鍋裡 把鍋裡所有材料 直接打爛就可以了 這些手提攪拌器 比起一般傳統的攪拌機 方便得多 我覺得每個家庭都必備 它的用處非常多 除了可以用來做今天教大家做的 蘑菇忌廉湯之外 也可以用來做南瓜湯 核桶 核桃 腰果露薯 等等 差點忘記了 留起少許蘑菇片 用來裝飾用 其實打蘑菇這個過程 沒有說打多久 視乎大家的需要和喜好 如果你想吃到多些蘑菇粒粒 就不要把它放太溶了 我就喜歡吃到粒粒的蘑菇口感 就好像這樣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種質地呢 你在鏡頭看到好像看起來很粗造 但其實吃起來一點都不粗造 加了淡忌廉口感更加香滑 我們只需要用到125毫升的淡忌廉 最後這個階段 我們把火調回小火 最主要是想把忌廉煮滾就可以了 加了忌廉之後 整個湯的味道層次進一步提升 吃下去很香滑的 淋食之前我們才加調味料的 包括有海鹽 不想太濃味的 大概1.4茶匙就夠了 還有加少許黑椒 看到這裡 大家是不是都已經學會 怎樣做蘑菇忌廉湯呢? 大家看完今天的教學影片 是不是都覺得蘑菇忌廉湯很容易做呢? 有些人在煮蘑菇忌廉湯的時候 喜歡加點麵粉 令到湯更加濃稠 而我個人就不太喜歡 因為覺得吃下去太飽太濕了 其實如果蘑菇足料的話 你混合出來吃下去都很奶油 混合出來的湯很有質地 一點都不會稀 大家有時間記得試一下吧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我 還有記得分享食譜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